嗯 剛剛不知道為什麼那個 就是那個錄影的它自己停掉 好像不是很了解我的相機 好 那剛剛就是已經夾好了 角度也調整好了 大概是這個樣子 就是有像那個 比較治癒系小貓咪的耳朵這樣子 那下面呢我還是會捲一下 因為我覺得下面 基本上這個長度會比較沒那麼 沒那麼 沒那麼 那個叫什麼 奇怪我裝得怎麼好像很差 那現在我用電包捲 我覺得長頭髮捲起來也很可愛 那頭髮再短一點呢我也是可以捲 我覺得感覺會不同 那長髮捲 嗯 日本雜誌好像還蠻多 覺得model都是長頭髮的 那我覺得那個電包捲的話 呃 尺寸 像我這個尺寸是好像最大的嘛 那尺寸如果再小 小捲一點 就這樣子去捲也很漂亮 對嗎 好 你好 好 算嗎 喔 重點 好吧 昨天 就是 我去那個紮繞花蹄 也是綁這個髮型 然後 我po在那個Facebook上之後 有些網友說我很像那個鐵上公主 然後還有說很像那個哥哥 你們說之後我才發現 可是我覺得還蠻可愛的 最近應該都會常綁這個髮型 不知道為什麼愛上這個髮型 我自己覺得 我自己覺得很適合 也不用剪太久 像我髮量多我其實會 會放的時間稍微久一點 那當然這個就必須要 像我就可能要常去護理我的頭髮 因為放太久總是也比較容易 可以上那個髮尾 好 那捲好再捲好再稍微抓一下就OK 好差不多了 好稍微這樣抓一下 那當然有用整髮液也可以稍微去抓一下 好那這樣子就OK囉 自己覺得自己好像有點可愛 好啦 好啦 就這樣